没有人不对你 1945年8月15日 日本天皇御人广播中战诏书 宣布日本接受波斯坦公告中 所规定的各项条件 无条件投降 据时任国民政府军令部 第二厅中校参谋的廖继威回忆 那天早上 他来到军令部上班的时候 整幢楼房就像马上要沸腾地起来一班 二厅里最先得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人们 不禁高呼 我可以回老家了 十点周 报社发出号外之后 全重庆也沸腾起来 连炮之声 若古之声不绝于耳 乃至通宵达胆 这是我有生以来 看到我们中国人真正处于内心的欢乐 抗日战争 历史之长涉及之国 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之巨大 世界罕见 在不朽的光荣 第二次中日战争史艺术中 作者郑浪平列举了这场战争 许多惊人的资料 这场全面且持续的历史大决战 总共进行了八年 一个月又三天 双方动员兵力十万人以上的会战 总共二十二次以上 双方兵力一万人以上的战斗 高达一千一百一十七次以上 还有三万八千九百三十一次小型接战 中国军方伤亡了三百六十万人 日军伤亡一百一十万人 中国平民伤亡了三千五百万人 中国人民的财产损失估计超过六千亿美元 在战场上坚守信念 誓死抵抗了中国军人 当得知这期盼已久的胜利消息时 一时间都激动得不能自已 抗战胜利后 蒋介石其从第五集团军中 抽调戴监锁部 命其开入越南北部受降 戴监本人则奉命作为受降代表团之一 清零受降仪式 当受降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对于中国派遣驻日占领军计划 蒋介石早有打算 早在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 美国总统罗斯福就向蒋介石承诺 美国会支持中国在战后对日军事占领当中扮演重要角色 这是美国首次邀请中国参与日本战后处置讨论 可是抗战胜利在即 蒋介石不仅要面对抗战后进行沦陷去接收 更要紧锣密鼓地盘算着 调遣兵力 对付中共 那么对于占领日本这个历史任务 蒋介石又有着怎样的现实考虑呢 1944年8月 国民党中央日报首度证实 中美领袖曾在开罗口头协议共同占领日本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梁寒操 更明确宣称中国政府同意美国罗斯福总统的主张 盟国必须将占领日本 解除日军武装列为日本投降的条件之一 借此打破日本军国主义长期狂妄错觉 然而1945年4月 开罗会议上叱咤风云的大国巨头 美国总统罗斯福突然病逝 杜武门就任第33任美国总统 他一上台就立即提出 希望与中国 英国 苏联等盟国 设立各国占领区来肢解日本的主张 更明确宣布 美军进驻12个师 共计20万人 中英 苏等三国 则各派一个师的兵力进驻 杜鲁门的这一方案 看似其他三国都有份 但主要兵权还是掌握在美国手中 各盟国兵力只是分担占领义务 减轻美国的负担罢了